我是吴嘉诺 一个典型的工科生 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 我工作起来那可是拼命三郎 既可以在实验室里一丝不果地钻研 也可以穿梭于各个加工现场进行调研 当然我也有文艺的一面 坐在街角的咖啡店 沐浴着午后阳光 品读喜欢的文学作品 仿佛漫步在云端 多面的我像一本厚厚的书 越读越有滋味 吴嘉诺 女27岁 辽宁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业 大家好 我是吴嘉诺 一个典型的工科女汉子 09年以学校高考理科撞业的身份 考入中国农业大学 13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保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 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学霸 在校期间 我曾担任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 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并获得优秀学生干部邓荣誉 由于业余时间丰富的活动经历 使我对运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拥有创造性思维的我 总是能产生一些有趣的点子 使活动得到更大的推广 和更好的影响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谋求一份运营相关的工作 当然我也知道 转航之路充满挑战和威胁 但是我认为 少有人走的路上 才会经历别样的风景 谢谢大家 你好 直到我握了你的手 我才确定你是个女生 生意是女生 本来从小就留得多了 你没穿过裙子 没有 没有留过长头发 没有 真的好像个假小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而且还是个蛮帅的假小子 是的 学霸 十足的理科学霸 是吧 来 说说你有多霸 其实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 成绩还是一般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一下突飞猛进 在高考的时候 就获得了学校的理科状元 然后考到了中国农大 在上大学期间 我也是就是一直保持着 学习成绩优异的那个成绩 然后最后是以专业第一的排名 保送到了北京航空连大学 但是读研的时候 我也没有放弃学习 就是我在研究生期间 发表了SCI和EI各一篇 就是这个成绩 基本上已经等于一个 博士毕业的成绩了 牛啊 那个你在学校做过什么工作 我在高中的时候 是担任班级的团职书 然后担任校学生会的 学习部部长 然后到本科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是做干事 然后大二的时候 做校学生会生活部的部长 以及院学生会宣传部的部长 发觉社外联部的部长 这是我的学生工作 你有没当过官的时候吗 研究生 我说指的是工作不是学校领导 没有 社会工作只有一年的工作经历 一年的工作经历是干什么呀 气轮机工程师 那为什么不留在那呢 因为我不太喜欢 个人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 对 那你今天来求职的是什么 运营类 哪一类的运营 互联网运营 你来解读一下 互联网运营的工作的具体内容 到底是什么 互联网的运营主要是产品运营 产品运营分为三类 我理解的是产品运营 包括下面的内容运营 然后是活动运营 以及用户运营 当然现在也还有一个新媒体运营 然后内容运营呢 我理解的基本上就是 像微信微博里面发一些内容 然后做一下宣传推广 然后再就是用户运营 你就要去跟用户 了解用户的体验 然后你拿着用户的感受 然后你才能去改进你的产品 反馈到产品经理呢 对 你内容和新媒体 它们区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对新媒体运营 不是很了解 你自己没微博吗 我微博用的很少 公众号呢 公众号 有做过没有 没有 那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个 你又没干过 因为我觉得运营 它需要一个外向的人 然后来打交道 你外向吗 很外向 挺外向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8K 除了运营之外 你别的干吗 运营 只干运营 对 不讲究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放弃 你硕士学的所有东西 然后来做一个 你完全不了解的运营 你刚才连运营里边 最简单的常识 都没有说出来 更别说实操的东西了 那你8K其实都高了 可能你得做4K 5K 就是他没干过 他选择做这个 他8K就高了 但以你的学历 做别的8K肯定不高 我觉得你应该坚持你自己 你就把他 你要1万 我也愿意给你 你坚持你做运营 你是捣乱的吧 你就不懂互联网运营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如果他一年互联网运营的 都没有做过 我相信 我们相信他的潜力 从林局院一交 我们公司有懂运营的人 我不是做运营 但是我们公司 有懂运营的 对不对 曾德军 曾老板有这样的权力 虽然他说的话 每个人内心有感秤 权力有 你没从事过这个行业 你就不能起点那么高 但并不代表 你不能把它做好 但是不能误导选手 8K确实高了 庞白爷你认为呢 加诺 你在你的本专业 可能你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你脱离了你的专业 的确 至少我看不到 什么很明显的优势 我对你的好感 来源于你的素质很不错 我觉得你在下半场 要好好地展现你自己的 全方位的能力 好吗 好 第一轮要选择了 你要愿意调整到多少 7K 7K 真的是做得不错了 7K 我建议你调到6K好一点 可以 6K 对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手边是因为没有岗位 还是因为什么 我确实没有岗位 提供给他合适的岗位 但是他的这个外形和性格 和真实 我还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如果有决心做运营 哪怕今天不懂 你有非常强的愿力 你也可以学习好 可以去做 没有问题 但确实 把薪酬调得低一点 用学习的姿态来 一定会可以的 这里的11个老板留下来 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学习能力 我们相信 其实这东西 你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来了公司 你可能会比很多人要快 他会学得快 加诺你是我的菜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大家都喜欢吃这盘菜 天生我有才 接下来我们就考一点 运营方面的知识 看看他在这一行能走多远 有没有这样的前置 我问你关于运营的问题 就是说 非你莫属 你比较了解 对不对 那么假设你是 非你莫属 这个节目的运营主管的话 就说今天这个节目 就说你 你做内容的运营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起个标题吧 北航硕士 零基础转型 再起一个 北航工科女硕士 零基础 转运营 其实回答走偏了 加诺 我觉得那个新媒体运营 就尤其营销类的 我觉得你肯定不擅长 刚才你也说了 其实你反倒适合 可能是用户的 你干脆就捡一个 你熟悉的那个APP 你如何去进行运营 能让他们在这里边 更加活跃 那我就拿豆瓣举例子吧 对 豆瓣 首先豆瓣里面 有几个主题 比如说它有一些 读书 电影 还有一些小组 这也是我关注的点 如果读书方面的话 我会定期地 做一些图书的推荐 以及读书的交流心得 然后小组也会建一些 读书的小组 当然我可能也会 找一些人 做一些读书活动 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 OK了 嘉诺 这也能证明 你有一些思想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 就是个四千的水平 就是完全一个小白水平 你有没有关注过一些 交用户运营的公众号 哪怕 或者看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视频 来去学习 其实我还真的 没有太学过 就是自己查一些东西 对 我问题完了 我倒不觉得你现在 是几千的水平 因为毕竟 学习能力摆在那儿呢 我们主要听你的思路 可能稍微离得有点远 所以我想问一个 你为什么要转型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专业 还挺热门的 你这个专业 本科生毕业都不会低于一万的 你们那个 我看你这实习公司 我还恰恰听说过 对 这公司产制规模也不低了 你是在那受了什么刺激吗 觉得它太落后了吗 没有 确实是这样的 我在读研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 不想做科研以后 就放弃了读博士 然后我们的专业对口的地方 是科研所 然后我曾经去那实习过几个月 然后确定了 我不会去那实习 首先你的那公司 搞科研的一大把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搞科研的 对 所以那儿不缺搞科研的 确实缺少科研变现的人 你没看到 你有不一样的机会吗 你为什么不到那儿 去搞销售 搞营销 搞运营呢 你何必让大家 打击你才四千 你明明你这毕业人 就抢了 一万五抢了 你理解我意思吗 我理解您的意思 在座的各位 都觉得你这样 做就运营不行 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 你就应该去坚持 你就应该去努力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我觉得多数的老板 确实支持我的想法 然后他们也支持我的勇气 只是觉得 我的功课没有做足 如果做足的话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吧 有个事情很有意思 我来提醒一下 有意思在哪里 就是他原来做的这个专业 他现在说想去做运营 正常的情况下 当他动这个心思的时候 他就应该对这个事情 有所准备的 大家发现没有 你动这个心思 到底有多久了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对这个专业运营这个事情 你毫无准备 就是从我去年毕业到现在 工作一年 在做工程师 其实我之前一年的状态 是一直处于迷茫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在上学期间 我是一个全面发展型的学生 不只是学习好搞科研 但是我觉得 我的性格 不是一个搞科研的人 而且我的志向也不在这 我觉得我本科学习好 是因为那是我觉得 我应该 我作为一个学生 我应该学习好 在这一年的过程中 我真的 我就在好奇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 我曾经那么全面 一个综合发展的我 为什么 如果不做技术的话 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真的是迷惑了一年 到大概是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搜 就看 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尝试过 我想选全货 六月中旬的时候 你才搞明白这一点 对 因为我曾经想过 难道我适合做销售 我适合做助理 我真的我觉得 我能把我想的职位 都想到了 后来看了看互联网运营 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曾经做的那些活动 原来它跟一种职业 有一点的相关性 这个职业就要运营 所以我问你一点 六月份动这个心思 六月中旬 现在是七月份 一个月过去 你认为这个运营 是你的梦想吗 是 是你的梦想 你能确定 我能确定 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说 认知某一个事情 才一个月左右 你就确定 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这只是你一个方向而已 你不能把它称之为 是一个梦想 所以刚才有人说 只要你有梦想 你就应该去坚持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一个人 没有认知到梦想 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并且为之于 付出多少汗水的时候 先不要说它是个梦想 它最多是 现在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我认为 你现在不应该 顾死于一个方向 但你可以去尝试 试着如果不行 也千万不要 死也不回头 那样的话 只能是南辕北辙 对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五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示威 来 曾德军 我非常看好你 我跟你从业 同样和航空航天有关 另外我们曾经还是校友 我这边就会去成全你的梦想 那作为运营 你过来 那我觉得只要你去想 你愿意去好好用心去做 我们就愿意去带领 我的工作地点的话呢 是在深圳 岗位我可以给你 是你想要的运营 来 尹峰 开不知给你的岗位 是自由域的运营经理助理 陈浩 陈浩 我觉得你本身的 这个学霸的底子 这个研发的血液 也别浪费了 那我给你的主要 还是我们优胜教育的 研究院的工作 培养方向是 研究院院长的助理 嘉诺你好 汉重体育可以给到 你的岗位是赛事运营 我们每年有在全国 举行篮球的三对三联赛 那针对这个赛事 本身的新媒体推广 以及执行包括一些 在校园里的推广的工作 那都在这个的范畴 可以试一试吧 聪明的人从来不会愚昧地固执 只会有选择的坚持 灭掉三盏留下两盏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有请李苏玲 吴胜弹琴不上感情 好 请揭晓 6000 6500 薪酬方面有问题 薪酬方面我不加 不加 好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有关于你的职位 汉动体育 您是说我要去做的是 赛事的运营是吗 对 赛事其实是一个内容 也是我们的IP化的一个内容 它包含了在新媒体的传播 以及在线下的执行 以及在线下的推广 它现在主要是做的是线下的是吧 对 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三年了 之前绝大部分是在线下 知道了 没有问题的是吗 没有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超过6500的 8500 1万 1万零500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说一下为什么加到了1万零500 因为他们加到这么高了 我的想法就是志在必得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 因为他本身工程师的这个底蕴 对于这个我们叫设备工程师 这个工作他是有能力胜任 同时也能辅助我们现在的工程师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非常有理由地加这个工资 好 谢谢 接下来你思考十秒钟 决定是否愿意让尹峰代替 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不用了 谢谢 我对餐饮行业不是很感兴趣 跟餐饮没关系 那个 夏诺 我其实这环节在争取有点不要脸了 但是我还对你挺感兴趣 你对什么行业感兴趣 那个陈昊啥行业都有 你说吧 互联网和咨询 互联网和咨询 什么咨询 其实那个也是就是自己的个人想法吧 随便蹦了两词 说白了就是不定性了对吧 就是其实这两个是我目前的选择方向 确实是一个两个方向 能不能谢再见下来我跟你聊聊 行行行 这违反规矩啊 闭嘴 其实我挺支持你去他那儿的 但不能违反 选择也是一种智慧 好吧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谢谢再见 那是你自己的事 好吧 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金灵树 撼动体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哎 孩子 为什么呢 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为了对你负责 可能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那谁是你的最佳选择 这12加 你说嘛 这已经录完了吗 你这个 58感激 58是你的最佳选择 是吗 但58不要你 如果线下也不要你 那你去哪儿 自己在努力 自己在努力 也就是说今天 其实你就是奔58来的 其实对 其他家我也会有考虑 但是 好像还是更偏重于58一些 你是真的没有 笃定好做运营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 你在过去一年 矛盾的时候 你看你过去 组织的这些赛事 包括做的这些活动 你觉得这个特别高兴 特别开心 然后成就感很强 那为什么我给你这样的工作 你又不愿意做呢 对 我觉得我确实 这个时间上准备的不够太冲动 他还是在以一个学霸的姿态 来挑自己一个未知的领域 这本身就不对称 这就是命运的嘲弄 你知道吗 一个学霸 想转行 但又没有很下定决心 然后对这个领域又不了解 他以学霸的姿态 来挑战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 还要挑一个好的单位 偏偏那个单位又看不上他 然后很多小单位又看上了 大家又不要 这就是命运的潮 我们虽然没有上市 但真的在这个领域里不是小公司 好吧 就这样吧 江哥你到时候留个电话 到我们线下在 没事 你线下在去找58同长 你找找那个多少 想学运营 有这样的机会试一试 是没有问题的 但切记 这种命运的潮弄 有的时候挺有意思 其实你没有认真地对待他们了 你也没有认真对待 你在这次转行 希望你在运营的这个领域 依然展现你学霸的姿态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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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